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着讲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8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8月24号是乌克兰的国旗日,乌克兰显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很多地方升国旗,还有这个渡海作战,还有加大了扎布洛热前线的攻击力度,动作还是很多的,我们一一介绍,首先是升国旗,乌克兰在各地开始升国旗,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这些乌克兰人呢,升起的正面国旗,非常的不同寻常,首先一个啊,这个升国旗的地点,是在蒂尼泊河的左岸,实际上它是俄战区啊,所以在这儿升国旗,还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这儿升国旗,这个也充分说明啊,乌克兰不是一个人在抵抗,不是泽伦斯基一个人在抵抗,而是乌克兰人,乌克兰的人民,有坚韧的这种意志,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是侵略, 这个国内平台啊,不让用侵略这个词,一说侵略啊,要么就是平台,他这个审核的时候发现了,要么就是小黄啊,举报的,不能用侵略,以后啊,日本侵略印度啊,都要改成印日冲突,日免冲突,日非冲突,日本跟菲律宾的冲突,都得改啊,日朝或者朝日冲突,但是呢,咱们偏要说是侵略, 我看有网友老问呢,说为什么没有字幕,没有字幕是因为审核通不过,把字幕去掉了,审核就能通过,我也在考虑啊,以后的节目可能为了避免麻烦呢,就统一的都不要字幕,实际不光是国内网站啊,有网站也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有字幕啊,他审核非常,就是麻烦,你有字幕,他很多节目他给你审成黄标, 然后你要是把字幕去掉了,哎,太正常了,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字,这个触及了他的那些规则,如果没有字幕,咱们这个口音呢,就成了一个有力的武器,这个叫什么,占了便宜,因为咱们说话不标准,他这个AI啊,判断反正不那么准确,咱们继续看啊,这个为了插旗子啊,升乌克兰的国旗,这个乌军啊,居然跑到克里米亚登陆,大概有一支小部队啊,趁着夜间啊,趁着快艇,强度这个,应该是黑海吧,这个一直跑到, 克里米亚半岛最西端的,那个叫奥列尼弗卡,哎,跑到那儿就玩两栖登陆,乌克兰官员表示啊,作为一次特别行动的一部分,乌情报部队在克里米亚半岛塔尔汉库斯克角登陆,并与俄军发生交火,这场由水上舰艇和舰艇和航空装备参与的战斗,就发生在马亚克定居点附近,据当地人反应呢,他们好像看到了两艘橡皮艇,大概有十几名乌军,他们在那里, 袭击了俄罗斯部队,消灭了战领者,并摧毁了设备,而且啊,升起了国旗,然后全身而退,就撤了,打了一个突击,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啊,然后升了一个国旗,你说这种行为啊,那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你跑到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去升国旗,什么叫侮辱性极强呢? 就是这个举动啊,就表明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国旗都已经在这升了,乌军还发布了这个登陆克里米亚执行任务的视频,这里再提一下啊,就是这个登陆地点呢,前两天啊,就是48小时之前,乌军用导弹呢,还有其他的工具,在这摧毁了俄军的S-400防空系统,重创俄军,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结果还没过两天,乌军还跑这儿登陆, 这个就是对俄军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啊,就是在一在二,他还在三,前面把你这地方给炸了,后面人家还跑这儿登陆,所以咱们说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那么最惨烈的啊,最劲爆的战斗,是发生在扎布罗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罗日内啊,发布了一段来自罗布基涅村的视频,该视频表明乌克兰已经收复了该村,乌克兰国旗已经在村庄上空飘扬,咱们前几期, 已经说过了啊,罗布基涅被乌军收复以后,实际上就标志着,斯洛维基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彻底被摧毁,那接下来就是托克马克,这个托克马克已经在乌军的炮火覆盖之下,乌军不仅轰炸托克马克城里面,俄军的后勤部局这些仓库啊,昨天啊,乌克兰的火箭炮啊,袭击了托克马克城的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一个师部,师指挥所,呃,场面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估计对俄军打击非常, 这个伤亡情况啊,目前还没有反馈,这次死的估计都是高级军官啊,打的是师部指挥所啊,托克马克城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浓烟滚滚,这还不算什么啊,乌军啊,现在已经对新普罗科波夫卡发动了这个总攻,这个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啊,它是介于罗布基涅和托克马克之间的啊,实际上是乌军啊, 进攻托克马克一个关键的要爱,或者叫要塞啊,拿下了这个叫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托克马克的这个北大门啊,被打开了,就相当于巴赫木特的北翼,被乌军拿下,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托克马克啊,四周啊,是高地啊,托克马克城啊,它在挖地,这个叫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它是在高地, 乌军只要拿下这个地方之后啊,它打这个托克马克啊,它就是从上万下打,居高临下,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地势比托克马克要高,可以理解成啊,拿下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往后就是一马拼穿,蒙古下山啊,直接就冲击托克马克城,或者是乌军的炮兵啊,就在新普罗科波夫卡这儿,炮击托克马克,人家居高临下,所以托克马克是守不住的,所以说啊,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地方, 非常关键,为了拿下这个地方,乌军啊,昨天出动了47旅,82旅,还有46旅吧,总之好几个旅,都是主力部队,出动了啊,上百辆坦克,还有其他的转甲车,这一次啊,还不是小规模进攻,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根据俄军啊,拍的视频,因为乌军是夜里进攻啊,俄军用那个什么红外线,那个无人机啊,拍下来的,乌军在大举进攻啊,想一举拿下这个新普罗科波夫卡,给这个俄军致命一击,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什么呢,关键, 说这一次啊,有英国的挑战者二号坦克,也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只看到说鲍二被那个地雷啊,给摧毁,还没看见挑战者二,还有美国的那个埃布拉姆斯啊,好像也还没到战场,昨天晚上,恐怕是那个挑战者二号,首次亮相啊,就是正面进攻啊,冲锋,所以这两天恐怕也能看到啊,挑战者二号的这些战况,看看是鲍二惊诈,还是挑战者二惊诈, 他们的敌人,一,反坦克地雷,二,卡52直升机,他们的敌人不是什么T90,T72,T80,那些坦克啊,就是俄军的坦克团啊,他早就躲起来了,你不敢正面这个交战,不能迎敌啊,这俄军的坦克团只要正面迎敌,基本上就是送肉上门啊,插着袋住的, 但是呢,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乌军恐怕是受到各方的压力,还有一个时间,因为现在90月啊,又是翻江记,就不例如进攻,到处道怒啊,非常泥泥,那个专甲部队没有办法行动,所以时间窗口啊,越来越短,所以他在这最短的时间内,要获得最大的战果,希望啊,最起码要拿下托克马克城,所以时间比较紧迫,乌军啊,就加大了进攻力度,但是你想啊,一百辆坦克专甲车,正好啊,比较适合俄军的胃口,哎,他那个炮灭, 啊,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因为他讲究是炮火覆盖,他不用这个精确打击啊,炸就完了,你坦克越多他越高兴,俄罗斯还出动了空天军,从那个什么罗斯托弗机场,还有克里米亚机场起飞,带着他这个滑翔炸弹呢,去炸乌军的这些坦克专甲车,昨天晚上这次行动啊,是乌军反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估计要不了两天啊,这个视频啊,也到处都是,全网都是,乌军啊,给人感觉是,这次要不惜代价,要把这个,叫 新普罗科波夫卡这个村呢,也给他拿下,刚才咱们说过了,这个村一拿下,托克马克基本上就还剩下半口气,俄军啊,最好是赶紧撤退,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又被乌军啊,把托克马克给封锁了,托克马克啊,现在是三面被乌军包围,一面从那个乌洛扎英万西打,一面从那个派特科哈特进攻托克马克,这个82旅啊,47旅啊,从这个罗布基尼啊,万南打,这是主攻方向,这是战场的一个情况, 那么乌军啊,还继续出动无人机啊,去轰炸俄罗斯,轰炸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卡罗加地区的谢科夫卡空军基地啊,又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称啊,发现大量不明无人机,朝莫斯科方向飞行,有网友就好奇了,那也说乌军为什么竟跟这个机场较劲呢,实际很简单啊,这个机场驻扎着图22这个战略轰炸机,俄军啊,从这个机场总是起飞这个图22,然后发射什么匕首啊,口径导弹啊, 轰炸乌克兰,目前啊,俄罗斯空天军啊,一共是31架图22战略轰炸机,就是还能用的,已经被乌军啊,摧毁两架,损伤两架,就是已经四架不能用了,那现在还剩27架,说白了就是乌军啊,要追着这27架图22战略轰炸机去抓,这个图22战略轰炸机啊,它又转移到别的机场,那乌军的无人机就飞到那个机场, 我们再看看这个普京啊,在搞什么小动作,讲什么故事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获得国家奖章的第五联合作战军第12期,摩托化步兵师,阿溜莎坦克衬员组,T80,阿溜莎坦克的衬员在扎布罗热方向击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装甲车纵队,周三,列瓦科夫,耶夫,谢耶夫和诺伊斯特洛夫伊耶夫,从国家元首中 接过俄罗斯精心英雄勋装,啥意思呢?大家恐怕还记得,咱们以前讲过啊,在扎布罗热战场,这个俄军啊,他神化了一支他的这个T80坦克组,说这辆T80坦克啊,孤军深入乌军的阵地,一辆坦克摧毁了七辆乌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咱们也说过了,这个就是俄军啊,自己编的一个故事,主要用来自娱自乐和拍小视频用的,结果俄罗斯的这个高层啊,他们选择了相信, 地区的这个指挥官呢,把他报给了58集团军,58集团军把他报给了少一股,少一股就报给了普京,他们都信,一个T80摧毁了七辆乌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两辆T72,一辆M113和五辆装甲军车,这些故事啊,少一股信可以理解,普京信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打过仗,搞不清楚,但是下面呢,那么格拉西莫夫要信的话,还有什么58集团军,军部,那些前线的人, 要信的话,那纯粹是自我麻痹啊,这俄罗斯人喜欢塑造英雄,这个咱们很清楚,我记得有部电影吧,叫兵临城下,他不就塑造了一个狙击手吗,跟德国的那个狙击手,两人对决,我想啊,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相信,一个俄军的T80,单条乌军的七辆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七辆坦克和装甲车上, 只要配备,或者就携带一枚标枪导弹,就结束了,我想啊,这个乌军啊,在某次战斗中啊,损失了七辆转甲车,这个完全有可能,这很正常,都是被反坦克地雷给炸的,炸完之后啊,这个俄军啊,躲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隐蔽在阵地里面的这个T80坦克,冲出来了,然后胡乱开启炮,摆拍, 无人机从空中,或者他们的这个其他人呢,在地面,给他拍一些视频和照片,然后拿来宣传,纯粹其中摆拍,就是说,乌军损失七辆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恐怕是事实啊,这个不算造谣,但是,说是这个叫什么,阿辽莎,这个坦克组成员干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普京要接见他们,普京和烧一股相信,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啊,我认为他们,也是半信半疑,但是没有关系啊,他们需要这样的英雄,所以他选择相信,选择不信, 包装,选择嘉奖,选择把他们推向俄罗斯的全军,让俄罗斯的全军来学习,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是给俄罗斯俄军打气用的,鼓舞他们,因为接下来,很有可能是坦克大战,我记得我也是转了那个凤凰卫视,鲁语关的那个采访,鲁语关说,在乌洛扎英,俄军的第37坦克团,拒绝迎敌,就是他拒绝跟乌军打仗,因为他知道他坦克这一出去就死了,你根本就不是鲍二的对手,你还没发现鲍二呢,可能鲍二就已经把他 摧毁了,所以这个卫战啊,害怕西方坦克这种心理啊,恐怕不关是37坦克团有,俄军普遍是这种现象,就不敢跟乌军坦克对决,那你说这战怎么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急需一个英雄,来给大家鼓气,你看看,一个T80就把乌军的7辆坦克还有转甲车给摧毁,没什么好怕的,他们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什么鲍二,什么布拉德利,都是神话的,都是吹出来的,大家不要怕,所以普京这个时候,接见, 加奖这个阿辽莎坦克组成员,他目的就是这个,就是要宣传,给俄军打气,因为接下来是硬仗,前面啊,这个俄军靠地雷阵占了很多便宜,接下来没什么地雷阵了,地雷阵的作用也弱了,接下来靠硬仗,对吧,就靠坦克要引敌,你俄军的坦克再躲,你往哪躲呢,再退啊,就退到海里了,丑媳妇要见公婆,你再烂也得上战场,给人当靶子,所以这些俄军的这个坦克兵啊,非常害怕,因为谁都不想去送死, 打口炮可以,对吧,打嘴炮可以,你让这坦克兵上,他真是送死啊,他谁愿意啊,他不愿意,那普京只能打气啊,烧一鼓也打气,我们再看啊,战场之外,这个卢卡申科向乌克兰发出独立日贺电,白俄罗斯总统罗卡申科祝贺乌克兰独立34年,罗卡申科说啊,三十多年前,我们两个独立,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努力实现,区域和平与共存,这话听着好像也好熟啊,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乌卡兰的独立日,这个卢卡申科舔着个脸,给人家去贺电,我也不知道泽罗斯有没有回他啊,也不知道乌克兰人搭理不搭理他,这就说明这个卢卡申科啊,能屈能伸,是个政治人物,游走在北约欧盟,乌克兰,俄罗斯和什么波兰之间,谁也不能得罪,既要抱紧普京的大腿,又不能跟普京一起沉下去,随时还要踹普京一脚, 好让自己上岸呢,这回普京把他坑惨了,卢卡申科啊,他向普里格金担保,向马格纳担保,他自己电视讲话说的,他向全世界说的,他担保普里格金的安全,结果普里格金现在呢,已经完蛋了,这卢卡申科是怎么保护,保障普里格金的安全,我认为啊,这个普里格金啊,坠机,被暗杀,触动最大的,反而是卢卡申科这样的人,因为他知道跟着普京后面没有什么好果子,随时有可能中毒,需要你这时候, 他就利用你,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中毒,加上卢卡申科本来也莫名其妙的,不是生病吗,中毒吗,他的那个什么,宣传不染吧,他的发小,已经暴毙,就是中毒身亡,卢卡申科什么时候中毒,什么时候像普里格金一样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他既要维护普京,又不能跟普京绑得太紧,有的是能做,有的是还不能做,你比如说想通过白俄罗斯,去进攻乌克兰,这他就不行,从白俄罗斯发射导弹,进攻乌克兰,这他就不行,从白俄罗斯发射导弹,进攻乌克兰, 乌克兰,这也不行,俄白联军一起进攻波兰,或者是乌克兰,这也不行,但是帮普京骂人,这可以,就是俗话说叫动嘴不动手,普京啊,遇到这样的朋友,遇到这样的这个帮手啊,也是无可奈何,咱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叫梅德维杰夫,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表示,等待乌克兰领导人泽伦斯基,是格鲁基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的命运, 萨卡什维利曾经也获得过西方的支持,但战争结束后,却被格鲁基亚的亲西方势力以叛国罪和腐败罪灌入大牢,正是莫大讽刺, 泽伦斯基的罪名一点不比萨卡什维利少,这个梅德维杰夫很有意思啊,就这么污蔑泽伦斯基, 我感觉啊,这个梅德维杰夫啊,像是在说自己啊,同时也在讽刺批评普京,咱们换个说法啊, 说普京也获得过西方的支持,没错吧,普京在十年前或者是十五年前,那跟西方打得火热啊, 要不然跟德国修好几条天然气管道呢,要积极加入欧洲啊,当然了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就是欧洲, 然后他要加入北约嘛,不是好几次申请加入北约,现在呢,跟西方翻脸了,真是莫大讽刺啊, 这个梅德维杰夫就是奶壶不开提奶壶,没事就要气一气这个普京,普京就这个都是少活几年了, 但是普京也没办法还击他,那指散骂怀的,那梅德维杰夫自己呢,更不用说了,贪污腐败肯定是有, 叛国咱不清楚,这个梅德维杰夫老万东方大国印度跑,有没有叛国的成分在里面,这谁也不知道啊, 但是贪污腐败肯定是有的,前不久不是被人发现了吗,他那个豪华邮轮啊,一亿多美金的, 日常维护费用是每个月好几百万美元啊,这艘邮轮现在停在伊斯坦报尔吧,土耳其被冻结了, 梅德维杰夫他怎么能有游艇呢,除非是俄罗斯国家给他配的,他私人拥有游艇,那他这钱从哪来的, 所以他是个贪污腐败分子,绝对没问题,这才叫讽刺啊,没听说泽伦斯基有邮轮啊, 泽伦斯基在克里米亚有一套房子,还是当总统之前买的,现在已经被俄罗斯给查封了,要拍卖, 这个梅德维杰夫啊,满嘴抛火车,他跟这个头部黄鹅啊,也很像, 大家欣赏一下啊,这个头部黄鹅的嘴脸, 哪有胆啊,一个演员,战争啊,血与火的政治啊, 你真打起仗力,泽伦斯基这个胆,他不敢正视普京的眼睛, 普京的眼睛,他不敢看, 乌克兰有个男一号啊,这老小子叫泽伦斯基,他本来是个演员, 而且是一个类似于赵本山这样的,赵本山这样的, 郭德纲这样的喜剧演员,他演一个角色,或许演得很好, 但是战争啊,地缘政治啊,战争来打响的时候,那可不是你演一个男一号啊, 都打了什么时候了,打到空军都趴窝了,防空部队都没有了, 然后呢,防险都被突破了,他才想起来成立最高统帅部, 几十分钟之前突然间说要发全国总动员令, 他演一个这个男一号和真正的带兵打仗,成为一国总统的完全两回事, 所以啊,泽连斯基注定是一个一过性的人物, 是这个被全球媒体嘲笑的, 就这样的头部黄鹅,他最近啊,又出来说话了, 说他呀,是占国家立场,是占和平, 从来不什么支持俄罗斯,他不承认他是黄鹅, 说从来没有支持过俄罗斯,这一下把那些小黄鹅啊, 又给震晕了,这弯管的拐得太急啊, 小黄鹅纷纷被甩下车,这个黄鹅的一大特点就是, 自己拉着他自己能吃回去,没有任何障碍, 丝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和,就觉得丢人, 这个在黄鹅的这个字典里面,他就没有丢人这一说,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